我們來讀今天的這道禮物是信心之靈 這道禮物是在創世紀第17章1到27節 創世紀17章1到27節 早早以後我來讀請弟兄姐妹們思想上帝的話 第17章1節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 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 我是全能的神 你當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與你立約使你的後裔極情煩多 亞伯蘭伏伏在地神又對他說 我與你立約你要做多國的父 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 要叫亞伯拉罕 因為我已立你做多國的父 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煩多 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我要與你立你世世代代的後裔 先立我的約 做永遠的約 是要做你和你後裔的神 我要將你現在的寄居 現在寄居的地就是嘉然全地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 我也必做他們的神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 你和你的後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 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禮 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 是你們所當遵守的 你們都要受割禮 這是我與你們立約的證據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 你們是家裡生的 是在你後裔之外 用銀子從貫人買的 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 你家裡生的 和你用銀子買的 都必須受割禮 這樣我的約 就立在你們肉底上 做永遠的約 但不受割禮的男子 亦從民中檢除 因他背了我的約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 你的妻子薩萊不可再叫薩萊 他的名要叫薩拉 我必賜給他 也要使你從他的一個兒子 我要賜服你他 他也要做多國之母 必有反性的君王從他而出 亞伯拉罕就補國在地喜笑 心裡說 一百歲的人還能生孩子嗎 薩拉已經九十歲了 還能生養王 亞伯拉罕對神說 但願使瑪麗活在你面前 神說 不然你妻子薩拉 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與他堅定所利的約 做他後遺永遠的約 至於使瑪麗 我也必給你 我必賜給他 使他昌盛極其難過 他必生十二個主長 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夫 到一年這時 薩拉遺給你生以撒 我要與他堅定所利的約 神和亞伯拉罕說完的話 就離開他上身去了 正當萬日亞伯拉罕遵著神的命 與他的兒子 石瑪麗和家裡的一切男子 無論是家裡生的 是用魚子買的都行了割禮 亞伯拉罕受割禮的時候 年九十九歲 他的兒子石瑪麗受割禮的時候 年十三歲 正當萬日亞伯拉罕和他的兒子 石瑪麗一同受了割禮 家裡所有的人 無論是家裡生的 是用魚子從外人買的 也都一同受了割禮 今天的題目 這道題目是信心至你 我把時間交給你們去 弟兄姊姊姊平安 主的面前我們再一次一起來禱告 主我們在你面前感謝你 主我們在你面前實在你你的恩 主我們得以敬拜你 我們在這裡擁有主你自己 所賜的厚恩 我們在這裡有家 我們在這裡有主你的愛 主我們在這裡有知己的照顧 主我們更有主你自己 屬於生命的豐富供應 主這時候主我們紀念你 主你的律法全備能夠甦醒人心 主你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主我們何等需要你 主這時候我們單單在你面前 是仰望你 主我們所等候的 是等候你 而不是等候人 主我們要在你面前 得拿豐盛生命領養的供應 主啊主這時候 按著我們需要的開啟我們 主聖靈在這時候 教導我們或說或聽 我們一起得主的建造 主我們在你面前 這樣子向你祷告 靠耶穌基督聖名 Amen 創世紀第十二章開始 我們看到這些故事裡邊 一直不斷地 是以亞摩拉作為主要的主角人物 他的太太叫做沙萊 這個名字一直不斷地出現在聖經的故事當中 一直不斷地講他的故事 講他的生平 直到了第十七章 突然之間發現了這一對夫妻 他的名字改變了 那這個亞伯蘭他改名字呢 改稱叫做亞伯拉罕 那他的太太也改了名字 他的太太原來的名字叫做沙萊 以後來改名字 犯了什麼名字 沙萊 對 他們名字就改變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變呢 這個名字的轉變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今天要先來再讀一下 這個聖經裡面的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十七章第四節到第五節 我們來看看到底亞伯拉罕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 第四 第五節一起來念 請 我命名字一篇曰 你要做多國的福 從此以後你的名字不再叫亞伯蘭 要叫亞伯拉罕 因為我已定做多國的福 好 謝謝 在這裡我們看到上帝跟亞伯蘭立約 然後把他的名字改成亞伯拉罕 這裡說亞伯拉罕他的意思按照字面來講 事實上就是叫做多國之福 上帝要賞賜亞伯拉罕 要讓他成為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國 那到底他的福氣是多大到底是怎麼樣子的福呢 我們再來念第六節到第八節 第六節到第八節一起來 請 我已是你的後裔 其心來多 我的肚子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我要與你替你實施在外的後裔 建立我的願 做永遠的願 是要做你和你後裔的神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 就是將南全地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滅 我也必做他們的神 好 亞伯蘭他是在耶穌出生前 大約是兩千一百年前的一個人 距離今天已經是四千多年前了 他從兩河流域 上帝呼召他 叫他離開自己的本族本家 然後要他去到了這個巴勒斯坦的地方 上帝說要在那裡祿福他 在這裡上帝改了他的名字 然後答應他要祿福他 我們看到這裡至少有兩個很大的福氣要賞賜給他 第一個是什麼大福氣呢 多子多孫 在這裡說要讓他的後裔極其反過 而且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看來他的後代子孫是非常的輝煌很大 第二個福氣是什麼福氣呢 第二個福氣就是地大業大 就是在整個的迦南全地 都要賞賜給他還有他的後裔永遠為業 這個亞伯拉他原來是外來做客的人 他是一個寄居的人 是一個客人 是一個路過的一個客人而已 但是現在他要在這裡上帝說賞賜他 在這個地方要正式成為合法的地主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名字一改 他的意義 他的身分完全不一樣 好 我們再來看看 那對於他太太呢 撒萊改名成為撒拉 那到底又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看十五十六節 我們也是一起來念 十五十六節一起來念 請 好 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 撒拉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叫做多國之母 是一個看來他們家裡應該是人丁旺盛 看來他們家是一個大陸人家 事實上 在當時 這個亞伯拉罕他們夫妻兩個人 聽到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是要改這個名字 對他們來講 事實上 這的確是他們最渴望的事情 卻又是他們最敢想像的事情 說要後遺及其凡多 事實上到那個時候 他們家裡連一個兒子都沒有 是不是 連一個兒子都沒有 他們結婚之後一年過一年 他們兩夫妻甚至等到了先生一百歲 太太九十歲了 很盼望擁有一個孩子 但是從盼望到無望 最後落到絕望 非常非常地忍住 難得沒有想到就在他最絕望的時候 上帝說要把他改名字 就是要給他從一個新的名字開始 強烈地向他表達說他要成為一個多子多孫的人 要很明白地來宣告說他要成為一個大有福氣的一個人 只是這個福氣講得這麼動聽 這個名字這麼樣的響亮 這福氣大到一個地步就是實在叫他蠻已不及的 我們看看 亞伯拉罕她的年紀現在已經一百歲 太太的年紀已經九十歲了 她面對這長久的等候仍然沒有分離 那她面對上帝所說這個釋福的話 你說她的反應會是怎樣呢 我們來看看在第十七節 亞伯拉罕她就怎麼樣 伏伏在地 她在喜下 那心裡怎麼說 她說一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嗎 沙伯拉罕已經九十歲了 還能生養的人 都已經這麼年老了 年輕的時候生不出來 怎麼那麼年長還能做什麼事情 所以在第十八節 亞伯拉罕對上帝說 但愿那個以實馬利亞能夠活在你面前就好了 亞伯拉罕不敢失望 他說將就一點 我家的那個仆人 那個死女所生的那個小孩 以實馬利就當作是兒子 當作是成中接代 繼承家業的人 她能夠平平安安長大就好了 但是我們看到上帝的信仰是這個 我們看到第十九節 上帝對亞伯拉罕這樣子的一個降低上帝祝福 這樣子的一個論點 上帝怎麼回應他呢 第十九節我們也是大家一起來念 十九節一起來 請 實說 突然你妻子撒拉罕要給你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請你降低上 我要與他堅定所立的願 做他後裔永遠的願 好 我們看到這裡 上帝非常明確果斷地說不可以 這個亞伯拉罕他的想法 他的講法上帝不接受 上帝多麼的愛人 他要給的就是你最好的 也最真實的 必須是他們兩夫妻一起擁有的孩子 所以在這章節我們看到上帝多麼的愛人 他不肯輕易降低赤福的標準 上帝他清楚知道我們個人的需要 他知道人心裡所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當他要赤福的時候 他是不打折扣的 他樂意把最好的賞賜給人 雖然上帝賞賜可能有時候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雖然上帝賞賜可能也不會完全按照我們的意思來給我們 事實上我們以為我們自己求的是最好的 未必兩位 我們看到亞伯拉罕他所要的是什麼 他所要的只是要以斯瑪利 是不是 事實上對我們來講 我們今天在上帝面前 我們也常常是這樣 我們常常在上帝面前祈求得很熱切 然而我們也是所求的也只是以斯瑪利的人子 我們並不是按照上帝真正榮耀豐富的面 在那裡求人 有時候我們不知道 我們一直求求討沒有得到 一直在那邊等等的 事實上上帝要給的可能不是這樣 上帝有的話更高的質疑 他要給的是那個更高更美更好的 人能夠擁有上帝 能夠擁有這個赤福之名 那是一件何能大的一個福祉 亞伯拉罕一天一天的等 一年一年的等 等到八百年 一點指望 我們今天我們的生活會不會有的環境 我們齊放健康 我們面對許多的難題 我們久久等候 好像沒有解決 難得我們知道上帝在那裡 已經給我們贏了寶貝的應許 我們是祂的朋友 上帝沒有忘記 上帝沒有忘記 祂不是給禮食嘛 祂要給的是要給最寶貝的事情 因為我們會這樣欣賞 難信 上帝改了名 是要改我們得到一個赤福之名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赤福之名 實在是從哪裡來的呢 從上帝來的 事實上我們知道取名字 向來是一個難度很高的事情 我們每一次看到有孩子要出生 這當爸爸媽媽的人就非常慎重 腳勁老師 然後要幫孩子取一個好名字 對不對 當年我們家的孩子老大要出生的時候 可是真費苦心 想來想去 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沒有想到玉琳的妹妹想了一個好方法 三個子 兩個子決定 最後一個子怎麼決定 還是拿不定主意 他就乾脆寫好三個字 第三個字挖一個洞 然後想到什麼字就套上去 一直不斷地來套套看 看看哪一個字是最合用最好 非常不容易的 要取到一個好的名字很難 所以我們所擁有的每一個名字 都是父母親精心的傑作 對不對 只是這個年頭大家還是流行改名字 可能覺得過去沒有設想周到 或者是認為過去老人家取的名字還不夠好 有的人會想去算算筆劃討吉利 有些人可能會想要讓名字更俏意 或者是要更動聽 總之就要自己動手改一改 到負政事務所去申報一下 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夠更好 但是我們看到對於亞伯拉罕當他在改名字的時候 不是出自於算命師 也不是出於他自己 這個名字哪裡來 是上帝取的名字 事實上上帝為他取名字是來當作一個註冊商標 什麼註冊商標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記號 上帝在這裡要跟他立約 要在那裡跟他建立一個非常特別的關係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十七章的第一節 我們看看上帝在這裡是怎樣的情景之下為他取名字 第一節一起來念 請 好 上帝先這樣子跟他起誓 上帝說他是一個全能的上帝 他要求亞伯拉罕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完全的人 這是上帝的一個期待 他是一個完全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 他的百姓要他的職業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事實上人可能完全 之前我們看過亞伯拉罕他的一個過程 他的生活他的表現實在不完全了 那怎麼樣才能夠完全呢 上帝用了一個方法 就是要和人建立一個盟約 在這個盟約當中 上帝要來祝福他 在這個盟約當中 上帝要來扶持他 要來堅固他 所以我們在這一章裡面 總共看到有十次提到上帝和亞伯拉罕的立約 上帝用立約來幫助亞伯拉罕成為一個完全的人 在這個立約的關係當中 上帝就賞賜給亞伯拉罕一個新的名字 就是要來標明這是上帝的美意 這個名字是從上帝那裡來的 這個名字是具有上帝非常深奧 定得側不透的一些新意祝福在那裡 事實上我們看第十七章的第六節 在那裡說到說 我必使你的後裔及其凡多 國度從你而立 君王從你而出 我們剛剛念的這一節經文 這一句話事實上就是要讓亞伯拉罕多子多孫多福奇 更重要的是什麼 要建立他一個更他想像不到的一個國度 這個說到國度並不是講那個猶大國以色列國 也不是講美國英國 這裡講到所有君王 不是講到哪一個國家的國王 這裡所講的國事實上是講到上帝的國 是講到天 這裡所講的君王是講到這個萬族之主 萬王之王 是全地的王 所以亞伯拉罕說話常常歧視 非常非常高深 人很難一下子能夠看見 對亞伯拉罕來講 他所能看到的大概就是他自己 他所能夠感覺到的就是他那幾年沒有孩子而已 但是對上帝來講 當他說要赤福的時候 不是赤福這一個人 不是赤福這一個家 上帝要赤福是全人類 要赤福所有萬魔萬名 因為自從人類的始祖 亞當 夏娃犯罪 墮樓之後 全人類就走在一個 進入滅亡的一個地方 人一步一步的一直走 就遠離上帝走向滅亡 上帝為了愛人 他用什麼方法呢 他就是堅權亞伯拉罕 讓亞伯拉罕在那裡 成為一個認識神 信靠神 依靠神的人 然後要在他的後代子孫裡面 要生出一個上帝的兒子來 神的兒子要透過亞伯拉罕的後裔 在那當中來出生 這一位叫做梅賽夫 這一位就是在亞伯拉罕從2100年之後出生 叫做耶穌基 他要成為萬老之王 萬族之主 他要成為全世界的教授 在這裡說國度要從你而立 君王要從你而出 事實上是指著這一件事情 當然對亞伯拉罕當時他的體驗 聽到這一句話已經夠高興了 對不對 沒有孩子的人可以擁有這個福氣 已經不得了了 事實上還有一個更大的福氣 他想都沒辦法想到的 上帝已經在這裡 事實上這種喜事對亞伯拉罕當時他們舊約的人物來看 舊約的人物 舊約的時代 真理起事還不是這麼全的時候 他看不清楚這些事情 對於我們今天已經整個福音起事完整的人來看 我們是可以了解 可以知道上帝作為的偉大跟奇妙 感謝上帝這樣豐富的恩典 對於亞伯拉罕而言 他這個短短的一聲聽見上帝這樣子的祝福 他已經是非常的高興 非常的感謝上帝 然而上帝真正要給他的是他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福氣 這位弟兄姊妹 上帝取的名字真好 好到一個地步 我們是無妨撤脫的 感謝主 上帝愛亞伯拉罕 上帝也愛我們在這裡面 上帝給亞伯拉罕他們夫妻 每個人都有新的名字 事實上我們今天信耶穌的人 我們也有新名字 對於我們在信耶穌的人 我們不需要去烏正事務所拿一個名字 什麼叫做耶穌德 或什麼林約翰之類的 上帝已經給我們一個很寶貴新的名字 什麼名字 那個名字就叫做基督 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 這個名字 基督獨特的名字 聖經裡面說 這個意思就是叫做小基督 小基督獨是什麼 講得熟悉一點 所謂基督獨 就是耶穌基督好像本尊 我們是祂的分身 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耶穌祂的特質 基督獨有耶穌基督的身分 有耶穌基督的生命 有耶穌基督的香氣 也有耶穌基督的使命 更擁有耶穌基督的權利 不要小看當個基督 當我們成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這個名字 在這個頭銜上 我們所擁有的風土實在是大到一個地步 令我們無法想像 今天我們很多人上魔鬼的檔 以為基督徒這個名字沒什麼了不起 有些人可能會說 只是當個基督徒而已 那算什麼 當個基督徒 如果我今天是當先知 當使徒 那才超使徒 使徒比較了不起 基督徒那也算什麼 也有些人可能會說 在教會裡面 如果能夠當牧師或當長職 那個屬靈地位大概會比較大一點 我們要很小吃 我們要留意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基督徒這個名字 事實上就是君王的名字 這是至高上帝兒女的名字 我們這個這麼卑微的人 竟然可以直接可以擁有這個名字 可以直接來做王子 有了這個名字 說實在 魔鬼一聽見 就在那裡搖頭喊死 因為對我們無能回憶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他就對我們一定有辦法 奉耶穌的名就可以趕他 就可以斥著他 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非常非常的有能力 這個名字非常的尊貴 我們今天活在世界上 世上 我們就是代表耶穌 耶穌做的 我們也照用做 甚至聖經說我們做的 可以比耶穌當年做的更大 只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得到這個名字 不只是今天有了耶穌的權力 得到這個名字 而且在將來在天上注定要和耶穌一起做王長權 各位弟兄姐姐 我們今天所得到的名字 是已經是最寶貝的名字 我們要留意 這個名字遠遠比亞伯拉罕 以撒拉 這個名字更具有震撼力 感謝上帝給我一個最響亮的名字 最有能力的名字 這是上帝為我學的 感謝上帝不要小看 不要舒服 不要信任 當牧師 不如當基督徒 當長老當時事 當使徒 遠遠比不上當一個基督徒 來的中國 感謝上帝這是至高的 最好被上帝要給我一個人 面對上帝賞識這豐盛的恩典 雖然亞伯拉罕他一時不能夠理解 但是我們看到他有一個非常寶貝的態度 他在上帝的面前伏在地上 聽從上帝的恩典 他到底怎麼樣地聽從上帝呢 我們看到他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 他是順服神 他願意接受歌禮 當上帝跟他立約的時候就跟他講 要有一個在他肉體 在他身體上要有一個記號 就是要去行歌禮 這個歌禮事實上就是現代的外科進行的 這個男生的包皮切除手術 上帝命令他必須要在肉體上留下這個順服的一個記號 當作是證據 結果我們看看在第23節 第23節我們看看亞伯拉罕他是怎麼樣來做這件事情的 我們一起來念第23節 請 正當當節 亞伯拉罕遵正聖聖的命 給他的兒子伊斯瑪麗和家裡的一切男子 我們在這裡看到 我自己讀這一節經文 我讀到那個叫做正當那日 我自己心裡有非常的感動 他順服上帝 順服到正聖的地 上帝一吩咐正當那日 他立刻起動 他順服得好快 順服得好快 不只順服快 而且他順服得非常徹底 家裡生的 外面買的 大家一起都要遵守這樣子的禮儀 要接受這樣的一個手術 他們全家 不論是大人 不論是小孩 甚至嬰孩出生第八天 他們就這樣子來存行 通通都來進行這樣的一個課程 一直到今天就猶太人來死這個課程 紀念他們是上帝的選民 是兩萬個 今天我們這些基督徒啊 當我們信耶穌 我們在教會裡面 當然我們已經不再是先隔離 我們確實要來臨受什麼禮 我們所臨受的是叫做犀利 事實上 我們在教會裡面領受洗禮也是這樣子 我們是恭敬的順服要來接受這個印記 並不是因為我已經理解信仰才受洗 甚至呢 我們也看到 這個當中順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件 連那個小孩 連那個陰孩洗禮 同樣他不是說因為這個小孩他的理解能力已經夠了 我們才幫他洗 是因為我們家人都樂意順服 順服上帝的人意 在哪裡領受上帝的福氣 所以在那當中一起來領受這樣的盟約 在這個祝福當中來得一集 各位弟兄者 上帝賞賜歌禮 上帝賞賜犀利 這是要成為很大的 第一 你在家裡 我們是不是很寶貝這樣子的一個印記 好好來看中 來領受這樣的一集 亞伯拉安他們當天正當大師 他們就在那裡進去 第二個 我們來看看他是怎麼樣來領受 怎麼樣來聽從上帝呢 他是在那裡非常勇敢的宣告 他自己擁有了一個新的名字 上帝說 我是一個全能神 你當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亞伯拉安他們就按照上帝的吩咐換名字了 他換名字了 他宣告他相信上帝 他藉手換名字把自己的融入 名譽 幸福 和上帝的旨意緊緊綁在一起 常常用這個名字 多多提這個名字 我們就會把自己連在上帝的全能當中 用這個名字就會把我自己連在上帝的全能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事實上對亞伯拉安為言 99歲實在對他來講 要面對這樣的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難的 如果亞伯拉安沒有信心 要宣稱自己有這個新的名字 那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 你想想看 他是一個寄居做客到處旅行的人 他常常會接觸到很多新的朋友 如果是按照我們今天的習慣 每一次遇到了新朋友 新朋友一見面 大家大概就會先遺上自己的名片 對不對 自我介紹一下 人家一看到他的名片 喔 你叫做亞伯拉罕 多國之父 真了不起 請問你家沒有幾個孩子 亞伯拉罕不好意思 我還沒有孩子 別人他又會說 那你爸爸幫你取名字取錯了 多國之父竟然沒有孩子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爸爸幫你取名字取錯 亞伯拉罕他會說 這個名字不是我爸爸取的 是我最近才能來換的 人家就會講 你這個想生還是想瘋了 99歲的人竟然做這樣子一件好笑的事情 一定則的人哈哈哈哈大笑 可能很多人會同情他 甚至可能會不少人可憐他在那裡相信這樣的上帝 別人可能會用一個很奇異的眼光在那裡嘲笑他 看待他 是的 亞伯拉罕在這裡順服上帝 換了名字 這是他的信心 一個有信心的人常常會被別人嘲笑 這個是被誰嘲笑 是被那個不信上帝的人嘲笑 因為大家的眼睛都看不到他所感受的福氣 但是在那當中堅持忍耐 那個有信心 當一天上帝的福氣真正來到的時候 讓他的孩子用天上的心 獨佈海邊的沙灘獨 那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人的態度 各位弟兄姐妹 或許我們在這裡曾經說過 我們要好好宣告自己 基督徒這樣子的一個成分 當我們覺自信耶穌的那一天 要趕快的告訴自己的親朋好友說我信耶穌 當我們搬了家 當我們到了一個公司上的一個新的單位 我們應該要立刻的表明自己是基督徒 事實上這是一個重要得勝的意義 因為每一次我宣稱我是基督徒 用了這個新的名字 事實上我們就連接在上帝的權能當中 每一次宣告 每一次卸辦大喊老道讓別人知道 我都是在那裡把自己連接在上帝的權能當中 難得如果我們這樣子宣告之後 我們成為基督徒 我們努力讀書考試還是沒有好成績 我們成為基督徒 我們家裡孩子還是常常生病 如果我成為基督徒 我的事業工作還是常常沒有順利 我們還能不能繼續宣稱自己是基督徒 我還敢不敢繼續堅定這樣來相信上帝 亞伯拉罕九十九歲的時候也都把他想到信心 上帝說 我是全能神 你當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亞伯拉罕很勇敢 大膽地宣稱 他叫做亞伯拉罕 他大膽地在他的名片上面印著 亞伯拉罕 求主幫助 讓我們也有這樣的一個信心 雖然名片上已經印著叫做亞伯拉罕 但是看著自己還是繼續一天一天的貂殘 一天一天的衰敗 老邁 羞壞 仍然堅持用這樣的一個名字 因為這是上帝跟他立約而用的名字 他要用這個名字來見證他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每一次用這個名字每一次用這個名字 每一次用這個名字都會讓我們與上帝的全能連得一起 今天的暑假我們到了花蓮一堂 在那裡我遇見了一位登生人 一位弟兄 他是一個基隆人 他過去他自己少年失學 佛中都沒有畢業 然後他就在社會上 就在那裡打破了房 然後我們又交了不好的朋友 結果就染上了安非他面 於是要去見證 見證 他的爸爸媽媽辛苦的勸他勸不動 一直到後來一個地步 他就越陷越深 後來他的父母親就相繼地去水 然後把他的房子 把他的土地都留給這個兒子 沒有想到為了吸毒的員工一下子就把這份房子 土地都花光了 他今天叫做很多很多的久多朋友 但是一旦到他沒有錢的時候這些人都花光了 他媽媽怎麼辦才好 就開始四處流亂 那時候新竹火車站他睡過很久 然後地下道 他也常常在那裡過夜 後來不等於走投入他時候開始犯毒 沒有想到在販毒過程當中被檢查抓到 就在監獄裡面 他實在知道他走投入他甚至想要死殺 想要死過了 結果在他最無助的時候 主動有一位周發聖經師向他傳給 他就信了耶穌 一信了耶穌之後呢 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他就很想的長場讀聖經 長場禱告 也很大方地告訴人他信耶穌 告訴別人他是叫做基督徒 結果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在整個的監獄裡邊 大家就開始呢 就在那裡開他玩笑 反稱他叫做耶穌 大家都直接叫那個叫耶穌 他們在監獄裡都叫他一樣叫他亞收 剛開始是旁邊的朋友叫他亞收 後來整個監獄大家都叫 然後呢 他們監獄也有很多的工廠 本來是一個工廠這樣叫 後來是一連續四個工廠 所有的人大家都這樣叫 包含長官也直接叫他耶穌 剛開始大家叫他耶穌的時候 事實上是拜著開玩笑 嘲弄他的遊戲在叫 但是呢 沒有想到時間久了之後 他經常大膽地宣稱他這次基督徒 他常常在那裡很認真的在那裡敬拜上帝 也很樂意地在那裡服侍人 關心人 在監獄裡面幫助各樣的人 結果呢 後來大家稱他耶穌呢 是帶著信任 心中帶著佩服在稱他耶穌 他國中沒有意義 寫字也不是寫得很好 但是他非常認真 在監獄裡面有各種不同的什麼 他竟然能夠拿到非常高的名詞 事實上在監獄裡面大有學問很多的事 他稱為基督徒 人家更時間叫他耶穌 事實上基督徒就是小耶穌 就是小基督 他每一次這樣宣稱的時候 事實上他就與那一位全民 全民的上帝連在一起 當人這樣子使用那個新的名詞的時候 事實上他是在那當中宣稱他有一位榮耀的上帝 那是一個得勝的一個第一步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已經得到這一個寶貴的尊名 我們不一定要定在自己的名品上 但是我們要常常的記得好好地用這個名字 我們每一次用這個名字 就要跟我們的全能上帝連在一起 因為這個名字是是主之名 因為這個名字是上帝給我們取的名字 亞伯拉罕他就是因為常用這樣的名字 以至於他經歷榮耀的得勝 走上了那個第一 今天我們也照樣 我們要好好地來擁有這個名字 也好好來宣告這個名字 我們可以在主的面前指引撒敵的權利 剛才我們唱的第一首詩歌說 喜樂與其在那裡飄揚 不是 我們雖然在困境中 雖然我們可能在病床中 但我們在這個宣告這樣子的一個名字 我們可以喜樂與其 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喜樂與其在那樣 從我心中的成功 從我心中的成功 心得勇氣掙扛亮 從我心中的成功 一要真主在我身邊提出 我要抱緊清楚 那是人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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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抱緊清楚 那是人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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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我要将举主 那是人反正 因有主在我里面举主 为什么喜乐可以如喜飘扬 这里说 因有主在我里面举主 这是关键 耶稣在我里面举主 并不是外面有什么改变 是耶稣在我里面举主 在外面改变之前 或者是外面有没有改变 都被分析死 耶稣在我里面举主 因此我们可以用信心高举主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在这首诗诗 我们要好好地用这样的名 领受这样的名 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使用这命令 让我们与神的权能叠结在一起 我们为自己来感动 主啊 祝你自己来感动 谢谢你上师 要夸耐 奥备你 祝你上师 上海 奥备你 祝你见你爱 祝你也让我永远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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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受你的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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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也让我永远在你面前来尊重 主啊 感谢你 祝你一个宫开的人 为你也冰在你的人 主啊 愿意 主 这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进来 主啊 祝你愿我们实在是 主 今次录在你面前 敖我迪 Under Your 主啊 祝你愿我们可以 祝你愿意 什么 祝你愿意 谢谢耶稣 祝你这样子爱我们 主 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 如同亚伯拉肯 如同沙拉 将会领受新的明明 主 我们实在 忘记原来我们领受了这种自尊的神明 主 我们有基督 耶稣 在我们的心中 主我們有了基督徒的名 主我們已經擁有了耶穌 祢自己的榮耀 主我們擁有了基督祢的聖敏 主啊 主我們在祢面前獻上感謝 主啊 因為撒旦 魔鬼都害怕 我們擁有這樣的命 主 我們是已經勝過這世界 因為基督祢已經勝這世界 主 我們在祢面前獻上我們的感謝 主 這時候我們在祢面前向祢祷告 願祢保守我們 願祢堅定我們 讓我們如同樣的法案一樣 常常在這世界宣告我們的事情 主 我們宣告我們所持的性命 以至於我們就以上帝的權能連在一起 主 我們在祢面前 我們站著敬拜祷告 靠耶穌的聖明 阿明 請坐